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睇型涂置业 我是阿欣 阿欣现在在坦州的网红大盘 御峰名门 之前大家对它的会所非常感兴趣 但前段时间我们御峰的会所正在装修整顿和改造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改造后的会所是怎样 上次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29座的户型 大家说有很多的细节还想更加了解清晰 这次阿欣跟大家一一去讲解一下 先来看看我们的会所 我们御峰的会所是有恒温的泳池 一年四季长期都开的 还有一个室外的泳池 室外的泳池要到夏天即6月份后才会开 现在就已经有小朋友在恒温泳池里游水了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标准池 水都很深巧的 米7 米7 是的 它安排了有救生园在这里看 是一个恒温的泳池 外面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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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大人池 所以它的泳池是比较多的 客人喜欢游水的 你就可以过来游一下水了 然后呢 它除了有这个泳池之外呢 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健身室的 健身室的器材 因为它全部都是新的 是新的健身器材 也有个大小小的健身室 都是业主党的 是业主党的餐馆 是业主党的餐馆 在这里的運动 原来都是新的健身器材 而且呢 你看看 我们其实小区里面的话 都有我们的这个小超市 买东西都比较方便 有些朋友仔就说 雨风那里的那些宿舍 什么都没有开 是吧 买支时候都不方便 我们自己的话 在小区内部 在匯索这里就有个小超市 还有呢 我们在南门对出来那里 其实都有开了几间的这个 类似于便利店那样 它都比较方便 这个是它的泳池 有泳货 对的价格 我可以看一下 要不要报名 这个就是价格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呢 现在就走上去我们的29座 然后呢 带大家呢 详细再了解一下它的互形 我先看它 那里 都在下来 在这儿 我先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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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现在先来看看我们这个01的汇营 29栋的01,107平方的一个单位 潮南向的面积 从图纸上看得出的话 我们入户花园这个空间就是送了一半的面积 然后旁边这间房是传送的 因为它是结构性面板,你看它是不计图籍的 接着再来我们的次货部分 这里是送了一半的 这里次货的这个空间 它是属于赠送了一半的空间 接着阳台送一半 然后所有的飘窗台就传送 这个户型的话是我们29栋里面 这么多单位里面送的就算是最少的一个 最少的一个 当然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它也是单价来说最便宜的一个 总价也比较便宜 是的,总价也是比较便宜的 你一进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入户花园位 这个部分就是送一半的 然后到我们这个结构性面板 就是这个位置 它就是传送的 它这个空间就是传送的 它和02这个图形虽然是一模一样 但是就是这些送的空间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02的话送得多很多 这间房就比它大很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话 我们做一个图形的话 是它现在改动过的 正式的交标的话 我上一集也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介绍这个楼片的时候也说过 是有些区别的 尤其我们等下就上去看实体楼 就明确指给大家看 它实际的交标上面 就是那个结构有什么区别 因为这个改动了 我们厨房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就有一个位置是属于送的 就送的 然后交标这些当然就不是正常的交标 我们看回它这个空间的大小 那么呢 和楼上现在在这里装修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大小 只不过就有少少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来看回 交楼这个是不封窗的 有推拉门 有推拉门 正常舞台 看回我们的乳目求景 嗯 你可以看到楼下的一个圆林 其实我觉得买这个弧形的话 中低层是会好一点的 因为看圆林会相对比较舒适一点 当然了 我们也等下可以上去高一点的楼层 给你看看它的区别 对 那我们来看看房间部分 房间的话 楼窗台全部都是送的 那之前的话我们好像10座 包括我们的22座 那些楼窗台是可以打的 对不对 因为当时的话 是全屋郑送大这个冷气 对 中央空调分体机的 分管机 所以这里的位置是可以打的 但是现在我们这一座的话 它就只有厅有空调 对厅有空调 我们的房间它是没有空调的 所以到时你就要安装外机 对不对 所以有些部份就不能打的 等下我们上去看实体结构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哪一部份是不能打的 这个房间就是在这个窗后位 到这边这样 这个空间是属于邓送了一半的空间 其实你看看 整个空间都是很大 我很喜欢这个摆设 很像少女心 对不对 这个奶油风的装修风格 其实深受很多客户 尤其是女性客户的喜欢 我们看回主人房部分 主人房的结构 它的设计非常合理 卫生家没有对床 并且你看看 现在是三边下床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一个飘窗台 就够晒闊 放一些电 或者放那种灯 坐在飘窗台 喝两杯就正 对了 看书 玩手机 都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圆林景 虽然这个弧形 目前在我们29座里 是一个最普通的弧形 亦都送得不算是最多 但是这个弧形的实用性 如果放在其他楼盘的话 107方可以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这么实用的一个面积段 其实都是比较少有 因为它真的整体 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实用性 是仿大听大 然后彩光漂亮 其实它是很可圈可点的 这种是很传统的弧形 亦都是最深受欢迎的弧形 因为比较好住 如果放在其他小区 这个弧形绝对都是爆款 但是没用 是我们余峰爆款的弧形太多了 我们上去实体楼上 即是上去现在29座 高一点的楼层 就是假个楼层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弧形 它实质上的实体结构是怎样 因为现在示范的位置是有所改动的 我们现在在20楼中间的楼层 中高楼层 大家来感受一下 实体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是没有装修 没有装修的情况 你就会看得清楚它的结构 这些位置送一半 到这里 入门到这个台阶下方 就是送了一半 然后这里就是传送的 你看到它本身 这里应该是墙 帮你打出去传送的 到时 有5-6平方 对 这里送一半 加这个传送的位置 差不多有6个平方 即大概是60尺度 然后到时你这边 交楼它会继续一个墙 继续一个墙 帮你封住一个墙 就是一间房间 入户房 对 书房 如果你不喜欢的情况下 其实你可以继续一个墙 直接一进来 就有一个大入户 放东西 都可以 我觉得这样更气派 家里的彩光更加亮 然后你再来看看 现在是清水楼的状态 清水楼没有白墙 所以你感受一下 其实它没有暗房 厨房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样板间 它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实际交标 我们这里的厨房是这样的 这里是推拉门 这里是一个推拉门 你这样改动了 露台推了出去 对 露台推了出去 露台就是送一半的面积 对 然后它帮你做封窗 对 整好厨房给你 到时 交楼的时候 这个厨房就没有这个露台了 再来看看外面的一个露台位 看 现在是中高层 你看这个彩光 如果看景观的话 确实因为我们刚才阳板间在六楼 阳板间 六楼那里就可以看到圆林 现在高一点的话 这一座就是对楼 但对楼的话 它不算是很客益 因为楼距也有这么多的楼距 但如果买这个弧形 我建议中低层就会好一点 看景观就会好一点 我们再来看看房间 看看有没有暗房之类的一个毛病 也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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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既然没有卜 就证明这个位置是不能动的了 如果你无痞的时候 清碎楼的时候 看这个飘窗台 它是继续的 就证明这个飘窗台是不能动的 到时外面是放空调炸机的 来看看卫生间 这个是卫生间的大小 好 这间就是刚才我们那间BB房 Jimmy很有少女心的那间房间 这个位置是属于送的 这个位置是属于送的 到时都是交楼封窗尾 没错 它会帮你弄好 到时交楼的样子 就是我们楼下才看到那间房的样子 不过就没有傢俱 所以你看看实际的面积 其实都可以的 如果这个弧形的话 放在其他楼盘 107平方有这么大的空间 其实算是很实用的了 来到主人房的这个位置 你见不见到飘窗台是空的 这个是可以打的 这个飘窗台 你修了楼 你自己觉得它是左地 你想要空间大一点 你拨了它 拨了它 你这里整个梳妆台 书台 电脑台 都可以 没问题 或者你到时将 其实它交楼的时候 这里是薄薄的一个水泥 你敲了它 你可以在里面整一排收纳柜 好像我们街景的矮柜 你可以整这种 里面的收纳空间其实很大 可以塞到我进去 其实是 厕所都可以拨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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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同樣是入戶花園 然後剛才01其實就贈送到這間房的大小 現在02就多了這一個部份 所以這裏交收的時候 這套房就大很多 入門口的房間就大了很多 其實它贈送的話 這邊還有一些空間 交樓的時候就做了在廚房的位置 退了出去 所以其實它是這樣來分佈的 它贈送的這一部分 這邊就是加一間大房出來 這個位置就是廚房就打出去 所以廚房就顯打 廚房就移過了這邊 廚房就移過了 同樣的話就多了一部份的一個贈送出來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整體的一個區別 現在就是到入門的這個贈送的房間位 本身的贈送大概到這裏 現在就多了這部份 多了一間房 是的 你看看 這間房做客房 夠大 你嫌它細不夠大的 你再往外面移 移到這個位置 與這個場面持平 移到這邊 與這個持平 你直接留一條走廊的位置就夠了 那你這間房間 大過主人房 是的 完全大過主人房 整體的一個空間 好了 廚房 本身這個位置是廚房一直移到那裏 因為陽台和多了部份的贈送出來之後 它就將這裡留給你做櫃的位置 做酒櫃 收納櫃 它將廚房就往後退出去了 因為我們如果不跟你說實際的布局 或者不帶你去看實體的情況下 你可能覺得它是這樣的一個圖紙 即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與實際交流的話 你就不知道最大的區別在哪裏 感覺不到那些贈送的位置 感覺不到那些贈送的位置 而且不是很清楚它實際的贈送去到多少 所以我們會一一帶大家拆解一下 看完它裝修的示範 再帶大家看真實的樣子 這邊的採光 我們可以感受一下 六樓的採光 所以我覺得選中低樓採沒有問題 中低看圓林是很漂亮的 這樣貼近 另一二就要選中低樓採 是的 而且你真的感受整個的光線度 非常非常充足 因為我們的回應是朝南向的 由朝到暗的光亮度都是很充足 你看看房間的一個大小 其實房間就跟另一是一樣的 沒有太大的一個區別 我最喜歡的話 他們衛生間的交樓標準就是這個門 一定要著重給大家看 我覺得 好 好 怎麼說呢 它的裝修很新穎 好時尚 我喜歡這個裝修 我喜歡這個裝修 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的光線沒有01 因為01那邊看出去沒有太多樓梯 這個可能有樓梯 就當你引私度就不算特別高 就是每個戶型有得有失 有它的一個優勢 也有它的明顯的一個缺點 但是不要緊 看你自己是喜不喜歡這個戶型 折不折上它的價格 其實我們現時賣的話 大概是去到15000元左右的一個價位 15000多 就算是高滋潤樓層 這單位都是16000多 所以其實它的價格是相當實惠的 這個戶型 現時我們看了示範 帶大家看實體 現在就沒有上去太高的一個樓層 就在12樓 12樓你們感受一下 它的整個贈送的空間 你看看這間房 大到 再看回來 這裡繞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廚房額外多出來的空間 這邊 其實它廚房的話 是在那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就是陽台 陽台再加多出來的那部份 你看 這麼大的廚房 是的 所以你看看 其實送是不是真的送的面積很多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空間都是送的 來到裡面 本身正常來說 你的廚房 它是設計在這裡的 是的 設計在這裡 然後 這個是陽台 剛剛那裡是多出來的部份 這樣是不是看得清楚一點 陽台 多出來的部份 後面膠樓的時候 它就改動了 改動了 就像我們剛才的陽板間那裡 這樣膠樓 陽板間 這個是拆了的 這一幅牆 拆了的 這裡是留了那個櫃 櫃 櫃的位置 這裡就推出廚房 所以你的廳是很大很闊的 它膠樓的時候 它就改到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你再來看看 感受一下 採光是真的好 這個也是OK的 非常是正的一個採光 對 很舒適 這個看下去就 跟那個高一點的樓層的話 大家感受一下它有什麼區別 來看看房間部份 這個飄窗就不能打了 好 再來看看 這間房間 所以送的面積比較多 你的房間就很大 送了一半面積 雖然它是長方形的房間 我覺得真的很實用 贈送真的很多 我其實很喜歡遇封的房間 因為我覺得它夠了地方 放在床上放在衣櫃 放在書桌上 你看一下主人房的採光 有些光線投入 這個戶型是我們29栋的03戶型 115平方的一個橫廳戶型 這個戶型的話 它首先贈送的部份的話 就除了全屋的房間的飄窗 是全贈送之外 我們入戶的這個位置 一入門的那個門口位 就送了一半的一個空間給大家 然後鞋櫃後面的整個房間 是屬於我們全贈送的一個面積 廚房部份它有一個露台 其實那個露台已經打在廚房裏面 這個都是送一半的 然後就是陽台部份 它的陽台非常非常寬闊 這個空間都是送了一半的 整個陽台我們有7米 7米算在這裏 你見不見這個位置其實它是全贈送的 這個空間它也是全贈送的 所以本身是長體 其實它是贈送的 這個到時它打開了就做了橫廳的空間 所以橫廳是很闊的一個7米的一個橫廳 然後這個位置就做了一個洗衣房 這個空間就做了一個洗衣房給大家 這個戶型的設計和規劃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贈送的空間都多 相當於送了兩間房間的面積 我們進去看看這個戶型 它跟實際膠標有所改動 先來看看裡面 它現在的裝修其實真的很觸碰到你 你看看送的房間大小 這裡是足夠做一間書房的 會客區書房、雜物房 我一想到那些筷帝就可以全部塞進去 就很開心 放一張卡榻面也可以 放在按摩椅上也可以 你看看這個廳的位置 我不知道你覺得是否有震頭 反正我就是覺得真是 哇 就是壞的聲音 很闊 很闊 尤其放這麼大的梳化 放梳化床 你都覺得很舒服 你看感受一下 這個位置就是 全震送的房間 這邊 不算的 這個位置 這個空間一直到這裏 你見不見 它就是全震送的 就是送了餐廳的部分給大家 然後這裏就是洗衣房 它幫你鋸出來 又是送的 這個空間是全送的 還有洗衣房 洗衣機 浪衫 這個就要自己整 這個房 這個是有的 有的 這個有的 浪衫你不影響 區別在哪裏 是這個位置 陽台就幫你封了窗 但是交樓你自己封了 這個位置到時是推拉門 這邊是真正的陽台 所以洗衣桌當然我們洗衣桌是沒有的 你自己整 但是那個空間就有的 你這裏的位置 你自己封了窗 你重新鋪地板推出去 這樣就闊身很多 你想想 如果整個廳位全部用盡 沒有任何一絲浪費的空間 連過度都是你的廳 你想想這個廳位最少 我覺得是真正你目測下去的話 70平方的廳走不脫了 走不脫了 這個當然很闊 是的 由我們飯廳部分的長體 Jimmy往後站到他那個長體的位 由那個位置 一直到我這個位置 你這樣70平方的廳位 你真的走不脫了 夠不夠大 夠好 很闊很大 這個梳化簡直是一個 近米4米5的梳化床 看看房間的大小 廚房又搏了露台 沒錯 廚房的位置 其實這個洗手盤的位置 就是陽台 你圖紙上面看到它很小 但是實際進來這個空間 你不算小 不算小 從這個位置開始 是陽台 這個升盤的位置 就是傳送的 送一半的 彩光很好 很光亮 這個看出去很光亮 如果你想選高樓層的話 看出去的景致是完全OK的 我最欣賞的設計是 它封了窗後 因為那裡還有一個開陽的露台 所以你完全不會覺得密封 而且衣服有地方曬 而且美觀很多 是的 隱私度又高 然後不會被人看到 然後還可以接觸到陽光的陽台 所以我真的很欣賞這個設計 兼顧了美觀和實用 整個你看這個過渡 都被你用光了 來到區別的地方 就是這間房間和這間房間中… 包括我們衛生間這個位置 它是有所區別的 等下看實體就知道了 現在創意示範就改動了 我覺得改動的話 我其實挺欣賞設計師這個設計的 比較聰明 單位 你看看 整個三段式的衛生間多大 好嗎 它的燈全部都不是很光 沒有甚麼光線 但你一看下去不覺得它暗 這個弧形簡直是一個南北對流的設計 所以採光 我覺得在那裏 如果你是放過按摩椅 在那裏曬一下陽光 真是好享受 你看看 這個衛生間你稍微改動一下 放過浴缸不過份嗎 不過份 我這樣的人 打橫你這樣 你都可以感受到 我覺得你將這個東西插上它 改一改 你都可以放到浴缸 我看過 整個到頂的大衣櫃 一面牆都是你的衣櫃 這個住人房 想想住在這裏也覺得開心 現在在25樓下 實體樓25樓 我們每個弧形都選了不同的樓層 給大家感受一下 它們的光線 高度景觀 這裏看到這間房間 現時因為它是未製造出來的 所以在這裏 它全部鋪了甲板鋪出來的 望到出去 你看 感受一下景觀 其實都不錯 沒有太多東西遮擋 望山景 很開陽很舒服 好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位置 贈送的部分 這個是廚房位 正常的廚房大小是這裏 所以這裏的露台 就是送了一半 它鋪出來 小心點 鋪出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鋪到這裏 全部鋪出來 所以廚房的長了很多 大了很多 這裏煮飯 你可以看出這樣的景 我覺得飯應該煮出來 好吃一點 整半面都很漂亮 是啊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區別 給大家看一下 你現在這樣看 你不要出去 給大家感受一下 現在這樣的廚房 你是不是覺得很小 跟下面的廚房是否不可以比 差很遠 差很遠 你進去看看區別在哪裏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裏就是洗衣房 這裏就是洗衣房 鏡頭往裡面伸 打了牆 所以廚房更大 看到嗎 這就是贈送的空間 打了的 剛才我們站在那個位置 公務廠 膠樓其實我們會幫你鋪掉 它就變成這樣 多了空間出來 多了 廚房更多了飯廚的部分 這裏又多了洗衣房 這裏的露台 假設你封窗的情況下 你的廚房真的闊很多 像下面一樣 是的 你115方基本上用到的面積的話 去到接近860方 因為已經送了兩間房 再加上各種的其他震送 其實是很大的 你將走廊過度 全部含在廳裡 即是你連的供攤面積 縮減了 即是實用面積加多了 這裏就是我們設計的區別 剛剛讓板間的門 由客廳開的 交樓的時候就不是 加樓的時候 這個門沒有什麼區別 這裏區別了 加樓的時候是在這裏的 然後這個洗手盆 記得那個洗手盆嗎 是的 沒有的 在這邊 在裡面 飄窗台又去鋪了 對 飄窗台就是臨浴區那一塊 然後你的洗手盆就在裡面 就變小了 但是你都可以參照樣板間去改動 這間房景觀很英俊 其實這個飄窗台還可以鋪了 是的 打了它 房間又大了 不然的話你坐在那裏看書看 景都漂亮 你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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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面積 廚房部份 這個廚房部份 這個廚房是傳送的 所以這裡整個空間 其實算下來送了 已經是超過差不多40個平方 送的面積都幾大 再來看看我們的廚房部份 廚房部份 你知道這個空間其實都是傳送的 我們改動了你的廚房是推進來的 相當於你現在膠樓使用到的廚房 它是傳送的一個空間 非常闊 非常闊 我們進來裡面看看 一進來的話 這個空間有三四十個坊 有了嗎 有光號 是的 有三四十個坊 實際上它給出來的數據的話 正確到出來的話 這邊的贈送就差不多是25平方 然後再加半條過渡的空間 30個坊 30個坊 整個廚位真的非常非常闊落 再來看看 這裡就是我們圖紙上廚房的部份 現在你做了擺設 擺設 做了櫃 你可以製一排矮櫃放東西 像它這樣 但你可以推進一點 製造到這個位置 我想它應該買大了一個櫃 製造窗口的高度 製一排矮櫃 然後就是我們廚房的全贈送空間 你看 所以你說這間屋 如果是那邊再加這邊的話 即是廚房再加廚房 40個坊有嗎 走不掉 走不掉 整體的空間 現在這樣計算出來就已經40個坊 然後你看 因為它 這裡做了一個封窗的設計 但是我們加樓的時候是沒有的 這邊是正常的陽台部份 對 陽台部份 我們其實是南北對樓雙露台的結構 然後其他裏面才是房 現在它進行改動 這個作為我們的飯廳部份 其實完全充足可以放到圓桌 到時你也可以參照它這樣封窗 如果不封窗的話 這邊你就可以浪衫 因為有個外露台浪衫比較好 為什麼這樣說浪衫浪在這邊呢 因為這邊它改動了 就變成了一間房 變成了一間房 你的陽台這邊其實就納入了房間 這裡的話たい處就可以封窗 你的房間就會大很多 是 又多三分一空間 不封的話就留給長者用 很好 tint dripping簡直 不過如果你的是在房間裡這個位置 浪衫的話感覺不 вами那麼方便 因為浪衫、收衫方式沿入 又影響休息,影響隱私uloc 空間劉寫過可能好一點 封窗的話在他們買乾湿一體攝影機 便不用浪衫,節省了 Kait透ご飯 這就一個細個房間 这间房可能做书房或衣帽间各方面的功能房会更合适 因为空间大小不算特别大 这就是我们卫生间的部份 卫生间看上去比较简洁大方 所以整个面积觉得它就闊了 对了 再来看看BB房 到时你这些桌子整够长一点的床 大一点舒服一点 如果小朋友小的时候可以这样弄 这些櫃大了你就早就改它 更加舒适一点 来到主人房部份 其实这个主人房是南北对楼的 我觉得主人房的空间不算小 因为它可能做了衣柜显得它会比较迫 我觉得刚刚那间小房放的衣柜间会比较好 这个就是101 101的实用面积 你看到这样 是否实用超过150% 不容易 我们现在就在32楼订楼 进来看看它施工的过程 之前这间还没卖之前 它连这个都还没倒 只有钢筋 现在水泥都铺了 等它要干了之后 你就再开始搞其他 你这样看下外面的景 如果你家的客厅 这个景观你觉得 你住起来会不会很开心 好像那些投影播电影 那些景观电影 群山围绕 然后又住得高 然后又可以抚陷了这个景观 我觉得真的很舒服 这么开阔的景观 令你的心情也很舒畅 特别今天天气也很舒服 天气好时可以看到 真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现在它还没装修的样子 你就能感受到 本身这边是南北对楼的厅 然后房间在里面 那边是真真实实的送的 所以如果你改造的话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喜欢保留南北对楼的厅 因为我自己居住需求的问题 我就把厅做了一个大房 超级大房 做一个影音房 功能房 做一个超级大房 正好 我打算是女士的衣务间 整间房间都摆满了它 一阵子做衣柜 是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实体 其实这里就是它的厨房位 里面你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板 它帮它打了 里面是它的菜 交楼的时候 没错 就是这里打了 打在外面 就是做厨房的 这里就是它那个柜 还记得刚才我说的 尺寸不合的柜 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厨房是那边 你是不是觉得 为什么厨房这么小 你过来这里看 这里就看清楚了 你见不见窗子推出来 还有一部分 它又封了 是的 那里 大大的落地玻璃窗 你见不见 所以是那里的窗子 都拆了出来 连住 刚才那个钢板一直连到这里 所以你的厨房 是不是传送的 是的 传送的厅 送了一半的过渡 送了整个厨房 100方 这个实用率 做了100 150方 真的很惊人 150%的实用 不过分 最重要是景是虚弱的 你看这间房间的景观 如果到时它交楼的时候 它是做了房 所以这个楼梯是你房间里面的一部分 你看看这个景观 你可以看到我们珠海的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 市区的 嗯 然后将我们珠海 包括中山的这些山 全部都进修眼底 全部都俯瞰了 然后大家不要怕 对面到时会起楼挡住 不会的 因为那个位置是它的商场 我们街景康城的商场位置 商场位 所以就算它起得很高也好 它是不会对你的视觉 有任何太大的冲击 即是密密麻麻的影响你的观感 不会 因为它是商业 到时会有什么灯光 那方面的物力更漂亮 是的 然后城市极 是的 更漂亮 看看房间内部 你看清楚 可以打的这个飘窗位置 如果它装修了你就看不到 这个飘窗是可以打的 哇 它是这么多间里 这101平方的厕所最光的 是的 那好像很猛 这间房也是可以打的 大家如果对这些户型 是特别关注的 记得记住它 你知道收到楼子在哪里可以改 主人房也可以打的 是的 主人房也可以打的 这边的话 基本上房间的飘窗全部都可以打的 就比较厉害了 就比较厉害了 整一个户型的话 真的超级无敌实用的 部份的话 还带着这个大的平台 我下去一间有平台的给你看一下 平台究竟有多大 现在它在五楼 五楼它带了一个平台 我现在带大家看看平台的大小 而且你现在在低楼层里可以感受一下 高楼层和低楼层差很远 差很远 真的差很远 高楼层是舒服的 但是阳光是一样充足的 光线是没有受影响 只是景观的一个问题 这边 不过 又不是 这边的光线又差一点 这边的暗 对 暗一点 你看一下 其实它正常来说 平台是在这边出去的 平台是在这边出去的 就是锯开这块玻璃 对 你收了楼后锯开这个玻璃 在这边出去的 现在它封住了 我们看不到 但是开发箱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 那个平台有多大 它专门在这里 做了一个墙 让大家穿出去看 但是收楼的时候 这个是完整的外墙 一定是在那边出 不是在这里出的 你感受一下 BBQ 或者晒东西也很好 我觉得晒皮 晒腊腸晒鲜鱼一流 对 这个平台有够大 如果我慢慢看到 一定超级喜欢 因为晒腊腸很棒 然后大家看看 很多客户问过我 这个平台的排水怎么办 它有排水管 所以不用担心 不会积水 这段时间 三月份 梅雨季节 潮湿天气 大家都看到 没有积水 是没有积水的 不用担心 包括对面动素 和我们这些动脑 如果它真的会积水的情况下 前两天才刚刚下雨 它不会那么干身 所以就不用担心 你看看这个平台 这一部分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对 加上它上面是有遮掩头的 你放个茶机喝茶 我觉得真是一大享受 我们今集介绍 就能敏饰的 然后 这一部分 每天都将来 都是顺利的